出身清寒靠着办公读 在日本完成博士学位的戴利明 目前定居菲律宾 趁着回到马来西亚 禁思书宣 吉隆坡禁思堂殿 邀请他出席心灵讲座 戴利明也是首位在日本 获得颁发亚洲公共知识分子 荣誉奖的外国人 现场经验分享 鼓励出席者 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 我是愿意年轻的一代 学习这个人生规划 因为我看到我很担心 很多年轻的一代 对这个人生目标不清晰 所以我看到这个东西 那个人生规划那个方式 卸了出来 我希望能至少带给一位 或者两位孩子 如果他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的话 我是觉得非常高兴的 启发的是人应该设立目标 然后设立目标 要知道自己目标 应该走哪一个方向 戴利明也是一名慈善家 设立了亚洲职责 教育基金和让爱 传出去奖学金 趁着心灵讲座前 把握分秒 跟实业家志工交流 他如何百忙中 投入慈善之业 做慈善 而把它改革 成为觉得 这个是爱好 这个 hobby 那这些 hobby的话 你就有把这个时间 可以分配出来 戴利明的分享 带利明的分享 印证了近思雨 人生不一定 球球是好球 但是有历练的强达者 随时都可以挥棒 戴新闻 真善美志工 王日发 胡勇雄 马来西亚报导